抢车和总统合照 民众见到马克宏 就像粉丝见到偶像一样 更有乌克兰难民 特地前来只为说一句谢谢 马克宏积极调停无二战争 英雄形象让他获得了不少声量 眼见四月十号 第一轮的法国总统大选 进入倒数时刻 三月初才宣布 寻求连任的马克宏 民调遥遥领先 马克宏目前以百分之二十八的支持率 领先极右翼竞争对手 雷鹏的百分之二十 和极左翼对手梅兰雄的百分之十五 而另一位法国生态绿党候选人贾多 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五 只是怎么处理经济和公卫危机 恐怕是马克宏接下来要迎接的巨大挑战 数据显示 法国三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点一 创下一九九七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反应五二战争冲击法国经济 通膨压力正在迅速升高 不过马克宏也在努力拉拢保守派的支持 马克宏承诺一旦连任成功 就会把罚定退休年龄提高三年到六十五岁 这取悦了大部分右翼人士 到底他能不能说服法国人在给他五年时间 接下来的筹码将成为关键 金融业生新大游人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